权威小S 派翠克巨汉最强狗仔同台 却惨遭节目封杀 丢主持榜 新生代主持人派翠克在小S的综艺节目担任助理主持人 除了有亮眼表现外 人气也提升不少 而派翠克主持的网络节目意外爆红 传出最新一集邀请最强狗仔葛思琪 不过因他过去专报大 小S的料派翠克考量到小S请假一集 不过却传出派翠克遭到直播平台封杀惨丢工作 对此派翠克经纪人阿汤作出回应 根据一评新闻网报导指出 派翠克拒绝和葛思琪同台却丢了工作 经纪人阿汤则回应 派翠克和葛思琪无利害关系 只因新闻报导会与阿汀家有所牵扯 不想因这访问引起其他新闻 和网路平台沟通上没有达到共识 目前先暂停合作关系 葛思琪无奈回应 小题大做 我觉得倒霉的是我 我和他没有通到任何一句话 这么想不开 确实了 我也觉得避嫌好 目前准备和张兰开庭 所有阿汀家身边人远离我也是好事 但用不着换人 顶多我可以退掉通告阿 用单引号 而阿直播公关MUNSON回应 我们对于制作单位规划意外爆红节目的内容桥段 主持人及来宾人选都给予完全的支持与信任 谢谢大家关心 感谢您收看MU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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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